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恐怖烂Jackson 他在前几天就 dap破了这个200天均线 然后一直都没有能力 再涨上去 已经三天了 没有能力这样涨上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通常都是已经要卖出去了 他最后的防守就是这条线 0.21 dap破0.21的话 之前没有卖的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卖了 可以看到这边的套牢盘全部压住他 投码主力线全部压住他 所以dap破0.21真的是要考虑把它卖出去 避开风险 这只股没有涨上去200天均线 但是也是不用看他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对